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现在是一个AI新奇的时代 我们都知道现在无论是Chain、GPT的语言AI 或是SD等AI绘图模型 人类的生活都开始被AI所介入了 已经如我们之前在推背图里面的预测 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进程 那么在这种历史的必然下 我们有哪一些的职业 在未来的30年以内可能会被AI取代呢 开始之前请各位务必按下订阅 以及关注小铃铛 这样老师下次更新视频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哦 好,我们就直接来讨论了 这可能会被取代的职业 首先是司机 司机这个职业主要优先说的是计程车司机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货运的前端司机 第三个才会是工地建筑的相关司机 因为现在就如同特斯拉的自动驾驶辅助 就已经达到了五个自动驾驶里面的第二级的自动驾驶 且目前已经获得第三等级的认证 只是在商用跟政策方面还需要一点时间 理论上这几年就可能投入到商用了 而这五个自动化等级分别是第零级的无自动驾驶 只提供标线或是刹车的辅助 而第一个阶段的第一级的部分 就是开始有了加速或是转向或是自动定速的巡航 这个部分有很多商务车都已经有了 自动停车也在这个自动驾驶第一级的范围之内 而第二级就像特斯拉现在的自动驾驶 可以同时达成了加速以及转向 刚刚的第一级成了二者折其一 但是到了第二级就可以同时达到加速跟转向 而且同时可以进行车道偏移的修正 以及自动巡航 这就是目前特斯拉的强项 但是目前并不是只有特斯拉有这个技术 包含中国品牌的长安、蔚兰、欧美系的大众汽车 探月的还有宝马等等之类的 有许多的车型都已经可以达到L2第二级的自动驾驶 而自动驾驶来到第三级 那就是人还是必须坐到驾驶座上面 除非必要是不需要去介入驾驶汽车的 目前率先达到这个等级技术的还是特斯拉 当然宝马也有相关的技术 但是第三级它还是必须要求有驾驶员在驾驶座上 只是只有系统认定自己的驾驶有困难的时候 才会转交给真人驾驶 而在第三级跟第二级的差异 比较大的地方是在于 在第三等级的自动驾驶里面 它是可以在塞车的时候 也就是在都会里面进行自动驾驶 但是第二等级是不行的 而到了第四等级就是可以完全达成自动驾驶 但是必须有一定的条件下 才能够进行全自动驾驶 例如一定要有人坐来驾驶座等等之类的 但是到了L4第四级 基本上就可以维持全面的自动驾驶 但是到了L4第四阶段 基本上它已经可以达到了在塞车 在交通拥挤的时候也可以自动驾驶 但是在L3可能是比较不行的 而到了最高等级的第五级 就是完全都不需要驾驶员 就可以全面的自动驾驶了 而我们需要的一般的机程车司机 给我们的服务 到了第三级的自动驾驶的时候 就只有需要有人在驾驶座上面做服务 而长途的货运司机也需要的可能只有随车的司机 但是基本上 咳咳咳咳咳 走,我们一般开始 而我们一般需要的机程车司机 到了第三级 必要性就是需要有人在驾驶座上面服务 而长途货运司机也只需要随车司机 但是基本上只需要协助车辆行进 重要性已经不高了 甚至你可能可以打瞌睡 但是到第四级基本上已经达到了长途货运 它的整个货运货运货车 它只要点对点 司机可能就只剩下点交货品 或是以备不时之需的一些监控路段上的功用存在 而到了第五级 基本上可能也不需要人类去点交货品了 包含了车辆的充电 卸货 进舱 货车回车库 或者直接给做回头车 都不需要司机在旁边了 而既然今年特斯拉 它已经开始申请L3 第三级的驾驶技术了 后面L4跟L5 要说它需要30年了 老师认为它可能10年就可以达到了 而这个也是AI范围之内 所以老师认为 AI会使得都市化 程度比较高的国家跟地区 司机就会面临到失业的问题 而都市化地的地方 基础建设落后的地方 才需要司机这个职业 但是这个也不会持续太久 因为它的薪资也不会太高 到了这个阶段了 因为AI掌握了交通的数据 所以都市的交通会更加趋于完善 塞车的次数跟时间也会大幅的减少 且因为大家都是变成电动车了 所以说这个路上的噪音 还有废气的产生 也会大幅的降低 那个时候都市的绿化 跟人类的健康 就可以获得明显的提升 而这个也会延伸到了建筑产业 例如开怪手 开山猫 或是铲车等等之类的 或跑路机等等之类的 都可能在自动价值之下 它可以达成的 而第二个会被取代的 可能就是基层的医师 因为AI的发展 也会让医疗技术的检验相关技术 也会提升 例如透过AI来采辅 从第二个开始 第二个会被取代的 可能就是基层的医师 因为AI的发展 也会让医疗技术的检验技术提升 例如透过AI来采取辅助 去检验这些唾液 或者是血液 就可以快速的检验出 你所感染的病症 如果是过敏 感冒 或是小型的意外事故 需要断症的 或是需要简单缝合的 这个通过AI 可以快速的对症下药 并且给予最快速的诊疗 且它的病例数据 可以完整的保留 甚至可以从你的这些 一些检验里面 针对未来可能的病症 都可以做好演算跟预防 所以基层的医师 也是可能被AI所取代的职业 但是护士就不容易被取代 因为护士的功能 它并不是只有护理或是协助医师 它也有安定病患的心理来存在的 第三个有机会被取代的 就是司法体系里面的检察官 法官 检察官跟法官 比如说检察官好了 检查 从第三个开始 第三个有机会被取代的 就是司法体系里面的检察官跟法官 检察官他可以收受警察的通报 或是被害人的提告 就可以依照现有的证据的能力 来进行正式的提起诉讼 或者是驳回 法官也只需要我们所采取到的证据力 由AI来选出对应的法条来做判决 或是进行量习或是准薄的依据 人类法官与检察官 就在不违反AI所提出的法条依据下 做较为人性化的判决 到这个时候 社会司法的公正性 就会逐渐的越来越趋于公平 因为法官 检察官 律师这三方 都不能在选择性的辩论 或是审判 或是引用法条 只能依据AI的依照证据的比例上面 所提出的法条下的建议做判决 来做最后的权衡 所以司法付费也会慢慢趋于公正 跟公平性会提高的 第四个有去被取代的就是会计师 在货币逐渐转为数位化之后 我们的日常消费与转账 现仓的数量都会大幅的降低 所有的消费都走数位化的时候 那就是所有的账目都会及时的被登载 且不会被人为抹去 有点类似区块链的意味存在 这个时候企业或是个人 只能自动定时的完成报税 其实就像现在的中国跟台湾 只要你是采数位发票的 都直接传到国税局 每个月或是每年的报税 我们只需要用系统拉回来这些数据 然后再增加或是减少自己额外的收入 或是免税的信息 这个时候AI只要多一点的介入 所有的账目都不再需要人为的介入 这对国家的财政健全也是有帮助的 但是也端看了这个国家本身的税制 他原本是采取轻饶伯父 或者是原本就是一堆的科捐杂税 但是只要政府本身的系统也AI化了 贪官污吏跟官商勾结的状况 也会快速的下降 因为所有的信息都变成即时发生记录 能动手脚的地方就更少了 这也可以提升政府运作的效率 而第五个容易被取代的就是教师 教师虽然说是容易被取代 但他不完全被取代 只是人类的教师会走向辅助跟引导的路线 一般学科的教学就可以依照年龄跟环境的变化 变成由AI制作一些影音教材 并且可以直接对学生受课 学生也可以直接提出问题 AI可以做即时的回应 就像现在的Chair LGBT是一样的 而这个时候英才识教会在AI身上比较明显 人类教师可以作为辅助的部分 比如说例如美术 或是手工艺的劳作 或是体育 或是烹饪等等的课程 甚至是一些人文科学 这些AI可以提供数据 但是还是必须要有人类教师去引导跟实作的 所以到这个阶段 文凭就变成一种附属的存在 任何年龄的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趣或者是专长 来进行个别的发展以及培训培养 甚至可以直接进入社会 来提供他人你的专业服务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的教育体系 是你不努力学习 你就学不会 不会就是不会 也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突然变会 对不对 也没有什么小丁大土司 记忆土司 撕下去就会了 但是到了AI的介入时代 基本上没有我们不会的尝试 就是我做错 说错 写错 也能够被AI事后的纠正 或是事前的提醒 或是教育 这个时候啊 教育的本质就会改变 学习就成为终身随时可以做的事情 而不是必须基于一定的年龄 这个在美加地区的高等教育啊 就有类似的精神 你可以随时去念大学 以取得你所需要的知识或是文凭 你不见得要经过很严格的高考 只是在AI的时代 我们在家里也可能 他同时是大学 同时是中学 也有可能同时是小学 我们的老师可能多半就是AI 但是助教可能就是10岁的孩子 也可能是70岁的长者跟智者 知识会逐渐的公平化跟平准化 就业机会也会扁平化 人人都可以不应年龄而受到了限制 而我们刚刚列举了 而我们刚刚稍微举了 五个容易被AI取代的职业 事实上不止这些职业 只是老师今天先以这五个职业来做叙述 以后有机会我们会慢慢的延伸 而讲完了会被取代 有没有比较难以取代的职业 还是有的 但是难以取代不代表他不会被取代 只是取代的程度是比较低的 第一个不容易被取代的就是厨师 厨师这个职业是AI比较难取代的 因为味觉这个功能是因人而异 吃的人无法特别去表达 他特别喜欢哪种味道 因为味蕾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复杂的感受器官 但是厨师是可以依照每一个时刻 他的饮食习惯 表情之类的 或是地区性的差异 例如上海人吃东西偏甜 四川偏辣 广东吃的比较鲜味重 等等之类的 就不容易被取代 当然我们也知道 在2022年的时候 北京冬奥 选手村里面的饮食 就是由烹饪机器人所制造的 但是口味大多都是单一化 即使开放客制化 也不一定可以投其所好 吃到这个选手真的想要吃的味道 因为会吃的 也不一定知道他怎么煮的 所以厨师啊 是一个比较不容易被取代的专业 第二个是人文创意类的 这就包含了写作 设计跟等些相关的创意路线 很多的朋友会觉得 这个Challengebt就可以写文章 这个老师也有在使用Challengebt 而且还用4.0的 老师非常清楚 但是要让语言模型突破 让他可以完全的自我思考 这是比较难的 因为人类的创意类的行业 不是你只有专业的培养 或是你的知识量 是不是足够的充沛 而是需要面对时间跟空间的体悟 也就是岁月跟环境的感知能力 这个AI它本身不具有肉体 它也没有生命跟成长的压力 所以最多只能够模仿 但是要他能够创造出超越人类的作品 这个就必须要跟人类一样的肉体跟生命的限制 或许才有机会做出人类般的创作 所以人文跟创意相关的产业 工具上可以获得AI的辅助而提升 例如AI绘画 它虽然是类似创意 但是你人类必须给它方向 但是基本上 这相关的人文跟创意路线 是真的比较难被取代的 第三个就是水电等基础工艺技能 这些是AI不容易取代的 因为这些工作 AI最多能够做到辅助 但是要达到动手维修 困难度会比较高一点 因为这些工作所需要的空间 是比较狭窄 也不大的 而且需要的材料 是各种各样都有 所以以人的双手来处理 会比较机器的慢慢观察 判断或维修来得快 所以AI可以增加工具的便利性 比如说协助我们扫描建筑物 或是管线的问题 或是深入管道内 去做一些应急的处理 但是这些还是需要 人工师傅在旁边的指挥 或者是协助 所以这类的基础民生 水电管线的工作 不容易被完全取代 第四个是美容美法相关产业 这些产业需要设计师主观的手艺 并非可以通过大数据 就可以轻易完成的方式 而这些产业 随着每个消费者的年龄 跟社会地位 以及喜好跟身形脸型的不同 基本上比较难透过AI 就可以完成 所以这类的产业 需要的是设计师的知性 以及专业作为判断的医迹 AI最多只能做辅助 比如说帮你做出来 你未来可能成型的样子 但是他没有办法轻易的取代 这些设计师 或是这些美法师 或是美容师 他们的一个手法 第五个是心灵与宗教相关的产业 这些产业讲究的是 人与人之间的心灵共鸣 很多人说科技总有一天可以证明神的存在与否 这个老师不怀疑 但是你能够理解神明的存在 可以证明神明的存在 不代表你就能够超越神明 例如非洲野生保护区里面的豺狼虎豹 他们都知道人类的存在 但是你看哪只猎狮子或猎豹 敢去攻击人类的车子 然后把人类拖出来当晚餐的 对不对 动物园里面的猩猩猴子也知道人类的存在 但是他们能够跳出这个柵欄 反过来去管理人类吗 不行的 你知道不代表你可以超越 你只能说是这样 不行的 你知道 但是你无法超越 而宗教与心灵相关的从业人员 本身就不是被超越而存在的 一直 而宗教与心灵相关从业人员 他本身就不是为了被超越而存在的 而是为了抚慰与激励人心所存在的 不只给人类的奖励 只能激励人类一下子 但是心灵跟信仰的信念 一旦确定了 那可能都是终生都可以因此获得改变 所以心灵与宗教相关的产业 是非常不容易被取代的 而讲到这里 老师所处的命理行业会被取代吗 事实上也不容易 因为武术命学 这里面也有跟宗教跟心理成长的要素在内 但是老师也有打算 利用AI来建立一个异学的模型 把老师所有的专业都拿来训练一个AI 这个老师已经在做 但是发现目前得到的这些 谁需要的资金 还有就是说他的AI的模型 需要很大的资源去做 所以说这可能慢慢来 不着急的事情去做 而理论上这个模型一旦建立完成 是可以透过Trang LGBT类似的模式 让访客利用对谈 来得到他接近正确的答案 为什么是接近正确的答案呢 因为命学里面有很多都会有变卦 或是一些特殊的条件触发之后 就会影响后续答案跟命运 所以可以很接近 而且可以很公正 但是不一定可以跟人类的心灵或是他的意志 可以去做吻合的 因为AI太过公正 公正到给的答案不一定是我们可以接受的 或是真的符合我们人生的答案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假设一个新人来问AI 关于合混的问题 大可能就可以一下子猜算这对新人了 为什么 因为算出来可能八字不合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 如果是人类的老师 他就可以换个方法去说 先生有这个小毛病 太太有这个小习惯 婆媳之间可能有一些这些纠纷 所以你们能不能够接受 所以你能从来开始 举个例子来说 一对新人来问AI 关于合混的问题 那可能就被拆散 为什么呢 因为命理上不合 合八字合不起来 但实际上 如果是人类的老师 来去回答这个问题 他可能就换个方式说 先生可能有这个问题 太太可能有这个毛病 婆媳之间可能有这种纠纷 所以你们能不能够接受 或是有没有办法去处理 或是克服 所以AI能做的 还是基于大数据的判断 对于人性的掌握 以及生命的忧虑跟期待 AI是需要更长时间的发展 才有机会体悟的 所以至少三十年内 AI是没有办法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好 那么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略举五种容易被取代 与五种不容易被取代的职业 各位如果有兴趣知道更多 请在评论区告诉老师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